不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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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走 不要被邪气所吓 干什么 还不还 不还我可打你了 何必跟他计较 我又没真打他 好像姑苏的调子 我们是不是在哪听过 不会吧 吹得这么难听 我可没听过 他不是莫子渊他爹 那个也不是阿童 为什么 每次打我都用的右手 这一点 我还是很清楚的 你自豪个什么劲儿 看半得意的 谁 鬼鬼祟祟的 您在此地做什么 孩儿们 孩儿们等等我 谁是你孩儿们 知道我们是谁家的吗 等到毒流进血里 流遍全身 流进心脏的话 那就没救了 外面都已经这样危机四伏了 要是这屋子里面 还藏着什么东西 正在亏损我们怎么办 这是什么 毒药吗 多大的还玩这个 我三岁起就不玩了 你管我们呢 我们爱买什么就买什么 又不是花你们蓝铃青市的钱 是什么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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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啊 我宁愿叶烈被怪物给咬死 也不想饿死在这个地方 韩光君 你们高兴什么样 他们是一伙的 分明是背叛了蓝氏 而被逐出了家门 不光是这样 更好笑的还在后头呢 这个苏宗主 好啦 我知道要小点声 这个苏宗主 不但样样都学 而且还格外忌讳 有人说他学我们家韩光君呢 不然他就立刻翻脸 静怡 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哭 原来就是这样教导自己门下弟子的 苏宗主 你们宗主如今有这般地位 还不是受了我们姑苏的教诲 怎么 反咬我们一口 还不让我们说了 未免太狂妄自大了 狂妄自大 狂妄自大的是谁啊 也不知道是谁家的 退魔举坛的错漏百出 还昏然不觉呢